我总共还欠你多少钱 加上上次的13万 好像还有23万吧 23万 你好像记错了 多少来着我都忘记了 13万加15万 28万 你怎么这么傻 忘记了 5万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主要是你借的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瞒着你 什么事情 那我说出来你不要不高兴 我觉得纸包不住火 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说出来 你等我一下 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 这个盒子怎么 难道是钱吗 你挡什么 这是什么呀 你打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商品房交接书 其实 你买房了 对我在杭州市区买了一套房 你正买的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我已经开交房了 我的名字 你这 那你借我的钱是 用来买房子 你认为啊 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钱去哪里对不对 那我想给你的钱 毕竟你是男生嘛 我又没什么 也不能多管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说 我的站咋算了 我买房啊 装修的话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之前能够装好 所以说我基本上要搬进去了 下次我带你一起去 我们的新家 我们 我会把名字加上你的名字 你就也太惊讶了吧 不管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我就 那也不行吧 你这样 没有还叫我的名字 因为 因为还有你的一部分钱 那没关系 而且我现在是没有钱的 我的钱全在房子上 所以说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而且房子价格大概是四五百万嘛 你愿意的话我就加上你的名字 你到时候把身份证号码还有发给我 没事的 毕竟是你买的房子对不对 你欠我的钱 可以欠我的钱吗 因为我想跟你结婚